官方剛在臉書發布的幾張圖 是我們的嶄新時代又要有全新的大獎出現啦 哇 這個卡俠的速度其實來的有點快 而且又快過年到時候又有黑金 我覺得接下來要做要不要抽的影片好像會有點為難了 我們先來看克洛伊的部分 他的資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是貝西摩斯的後裔 好啦 那不用講這隻絕對是獸類了嘛 沒有理由我是獸類然後我的後代變成妖精類這種道理吧 那既然他講到他是貝西摩斯的後裔 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 這一隻克洛伊跟貝西摩斯會不會有一個隊伍技的產生 甚至我們可以更大膽的一點假設 看他們會不會有組合技的出現喔 神魔裡面已經好久沒有組合技出現了對不對 上一次出現應該是聖鬥士星史冥界篇合作那個吳小強之驚嘆了 接著來看另一隻米爾頓的部分 這個也是講得很直接啊 巴哈姆特直屬的後裔 好啦 那巴九不離時就是龍類了 而且他的姓名就叫龍火爆發 應該不會跟你說他的名字這麼龍 老九他是機械族之類的 大家一樣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下 他跟巴哈姆特之間會不會有不一樣的組合技出現喔 巴哈姆特技能本身已經夠OP了 再來一隻實用的龍組感覺也不錯 接著我們也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神魔畫師畫什麼的大圖資訊 這邊大家可以稍微欣賞一下 我們的克洛伊跟米爾頓大圖的部分 總之接下來又要有兩隻崭新時代的大獎登陸神魔了 大家對於這個龍獸有什麼看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討論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 呻吻